日本选手无视规则参加搏击比赛 中国汉将魏宁辉直接用脚踹脸将其重拳KO 重拳将小日子击倒后他还非常的不服气 对着魏宁辉骂骂咧咧并且对着裁判大闹表示不满 这个嚣张的小日子名叫水落扬幼 在日本搏击界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 仗着自己击败过几个中国选手被十分的狂妄 叫嚣中国搏击都拿不出手十分不尊重中国选手 并且在此前的比赛中不按规定进行降重 属于超重参加比赛 按照规定他将被取消比赛的资格 但这个小日子十分的不服气 在比赛现场大肆叫嚣称自己可以轻松将魏宁辉KO 并且强烈要求赛事方让自己上场 声称一定要让魏宁辉场场失败的感觉 本可以直接拒绝的魏宁辉还是霸气的接下了这场比赛 他决定狠狠地教训这个狂妄的日本选手 让奇叔的心服口服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林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暴富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小日子率先用扫踢试探 魏宁辉也是简单的提西格打 熟悉魏宁辉的都知道他的比赛风格 他会先熟悉对手的进攻节奏 在对手的进攻中寻找破绽与漏洞 最后才会发起迅猛且致命的反击 在简单的熟悉了一下对手的进攻之后 魏宁辉开始发起进攻 连续的拳腿组合向前压进 接连的组合进攻将小日子打得慌忙后撤 无奈只能抱头防守 但是日本选手也不甘示弱 等待魏宁辉的进攻结束后立刻发起了反击 但此时的魏宁辉并没有着急和对手拼拳 反而是不紧不慢地等待对手的进攻 可以说是在进攻和防守转换上十分的严密 大家都知道魏宁辉被称之为催泪大师 凭借着催哭拉朽的爆肝全文明拳谈 但其实他的扫腿也十分的刚猛霸道 全体组合流传了很多 因为他最近在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强化自己这种骨盒 加强自己腿法的一些更多的优势吧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小胖他的腿上的肌肉力量并不弱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拳手 即便是你最擅长的是左手重勾拳 但是这个也是有其他 在应对小日子的进攻十位宁辉不断地抓时机打反击 同时运用腿法和对手保持安全的距离 腿法使用率很高啊 对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之前这个效果 就是之前的水落洋游这个体重的问题 他打得很放松啊 还有些甲冻的运动也比较多 我们看到水落洋游也是日本区的WBC和WPMF的太拳冠军 对就是太拳的训练背景很浓 虽然日本对手不断地向前压进进攻 但是并没有打出什么有效的进攻和优势 反而被魏宁辉多次的迎击全命中 这可让小日子十分的难受 可以说是越打越急躁 没多久便将自己的节奏完全打乱 开始了不断地中拳猛攻 动作也是大开大和完全不顾防守 反观魏宁辉却十分地冷静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不断地观察对手进攻时的漏洞寻找反击的机会 此时的魏宁辉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全部的水平 还在试探对手的节奏和破绽 然而急于进攻的小日子却已经将自己的底牌尽数亮出 刚才后手是击中了魏宁辉 我们看到魏宁辉现在他的全发组合并不是只是像以前那样特别依赖 直接就奔着腹部去了 现在更多的是击打头部跟低扫的这种整灯 水落洋游的节奏也是这种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他还是 此时第一回合的时间结束 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在第一回合的交手中魏宁辉已经逐渐地了解了对手的打法 慢慢地也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连续地大摆拳向小日子攻去 但是此时的小日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仍然是不断地向魏宁辉逼近企图将他压制 但是魏宁辉不断地迎击拳配合扫踢进行反击 多次将小日子的进攻节奏打断 这是魏宁辉连续两个低扫腿 差点将小日子给踢的跪倒在地 起身后愤怒的小日子还想和魏宁辉拼拳 结果被魏宁辉抓住机会一个大摆拳直接打的摊坐在地 裁判立刻对小日子进行赌秒 不甘心的小日子还想再战 魏宁辉迎上前去一个侧踹将小日子踹的一个亮枪差点摔出擂台 于是魏宁辉立刻补上连续的重拳 急风骤雨般的拳腿请客间落在小日子的身上 再次将小日子打得瘫倒在地上 于是裁判立刻上前示意比赛结束 但是起身的日本选手非常不服气 对着魏宁辉骂骂咧咧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他输掉比赛的事实 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家一眼便知 小日子在体重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被魏宁辉击倒三次 更不要说降众之后的后果会是怎样了 就这样为宁辉在第二回合连续三次击倒对手 成功地将小日子KO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为中国小将为宁辉点赞